大家好,欢迎大家,欢迎订阅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运动的 所以上一次有提到瘦身的训练方法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些比较初级的 因为这个主力 我们所谓的代谢主力的训练 MRT 它是主要还有很多种动作 不同的运动 是你的肌肉的肌耐力 然后如果是越强的话 它的那个动作就会越难 所以呢 今天就是想要让初学者或者是当运动 或者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主力训练的朋友 可以就是从初级开始 把你的肌肉就是练到一个基础 因为我今天是有用这个计时器的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是刚第一个 第一次开始或者是 从来没有那么激烈的运动过的朋友 可以先不用计时器 就是当然徒手 然后呢 只要每一个动作做大概十次 十次哦 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这样子啦 那么我们事不宜时马上开始 触及了这个代谢主力的训练啦 好了现在我们就是热身大概十秒的时间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深蹲的这个动作 Squad 每一个动作三十秒哦 如果你有这个 计时的话 那如果 不能的话你就一个动作十秒 十次 然后呢我们就修十个十秒了 然后接下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呢就是看你的看你的这个鸡肉啦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风筝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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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是第一个阶段完成 现在我们的第三次 四个动作 SPEED SQUAD 如果现在累的话 其实可以停下来 可是还是坚持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PLANE 我这一下呢 我们的高贝 下来吧 我们的高费 我们的高费 课斥 我们的高费 适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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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开合跳 叫冰jet 完成我们的第一组啦 一个这样子一组 至少要做两组 这是对初学者的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以上就是适合初学者学的这个代谢主力的这个训练MRT啦 那么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吧 我是该様でした 拜拜